不亲自去趟国外你永远不会知道 文化差异是个多么大的坑 而我朋友们今天话题 最坑的迷之文化差异 突然变贵的商品 国内买东西 货架上标多少 结账的时候掏多少 但在美国你会发现 最后付的钱总比标价多了点 多掏的钱是什么呢 是综合消费税 美国各地的综合消费税为 州消费税加地方消费税 因为消费税会令计 所以在美国商品标价 都不是你最后付钱的价格 不务正业的药房 Farmacy是药店药房的意思 但当在美国不得不买药时 推开一家带有Farmacy名称的门店 可能会让你怀疑人生 眼前五花八门的杂货 啥都有药在哪呢 美国的Farmacy对应的 不是国内的百姓大药房之类的 它更像是小超市和便利店 主要卖杂货日用品 而药品通常只占其中一个区域 给支不进的小费 都说入乡随俗 出到美国最让人感觉肉有点疼的习俗 很可能就是给小费了 除了众所周知的餐厅服务生 以下这些人 调酒师 外卖骑手 博车小弟 理发师 按摩师 酒店服务生 出租车司机 搬家师傅 装修工等等 涉及到人工服务的 小费一个都不能少 简单粗暴的魂洗 当你还在纠结 袜子和内裤能不能一起洗时 一些欧美人民竟然把所有的脏衣服 甚至鞋子一股脑扔进了洗衣机 更惊人的是 在美国很多州 户外晾晒衣服是不合法的 使用烘干机才是正道 危机四伏的厨房 复盘大多数人的留学生 雅学类似 你会听到一段段 我和火灾消防员 不得不提的往事 当烧油呛锅 大火炒的中式烹饪法 遇上普及度 几乎百分百的 厨房烟雾报警器 虽然油烟不是真着火 但后果就是 一人做饭 蒸冻楼紧急出散 无所不在的冰块 你说的多喝热水 是什么水 对不起 很多欧美人民的 饮食字典里面查不到 除了指名道姓的 热咖啡热可可 无论酷暑还是严寒 欧美人喜欢在 一切能喝的液体里面 加冰块 其实这种习惯 也不是毫无道理 众所周知 长期喝65度以上的 热饮热水热汤 才是真的有致癌风险的 小伙伴们 你是热饮派还是冷饮派呢 留言评论吧